比利巴斯的外交关系 同时两国政府间的一切协议也会随即停止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最新消息 而台湾的焦点消息就是 陈水扁今天针对公投出招了 宣誓明年的320大选会行使 防御性的公投来捍卫国家主权 他强调依照公投法17条的规定 台湾目前就是面临着国家危难 因此身为国家领导人 他有责任也有绝对会善用这项职权 因为等到大陆打过来 再公投就一切都来不及了 国庆版公投法三读通过后 外界都在看执政党下一步怎么走 陈总统正式出招 今天年的320大选会 救命申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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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检罪 共投的第17条 要来行使国民投票 这样也没有 好 把你投票 爱护了第17条的 进行与内容 公投法第17条也就是所谓的防御性公投 谈到这儿 陈总统进一步向民众阐述 这门来在所谓的 等国家 公投 国家 公投 选择 选择 国家的资源 有可能 改变 这是现在进行业 提出320防御性公投之外 总统也向支持者信心喊话 强调蓝绿到底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 而总统也不忘消遣联送 一整天下来陈总统从早到晚 从台中到台北不停的都在谈公投 甚至到了晚间在医师停点后援会上 陈总统也不放过机会 表明打出防御性公投的正当性 虽然防御性公投到底要怎么做 总统诉诸台湾人民留下许多想象空间 但是从陈总统常常活动开口就说公投 不断向外界解释防御性公投的重要性 不难看出执政党仍然想在公投议题上返回胜利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陈水远提出要在明年3月20号举办公投 大陆对台政库学者朱显龙在接受东森专访的时候警告 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并且强调呢 所谓的防御性公投就是大陆打台湾 陈水远如果为了选举挑起统独公投 就是逼迫大陆要采取非常手段 我们就是要搞防御性的公投 什么叫防御性公投是要大陆打他 他会搞防御性的公投 那大陆那他是判断大陆会 明年这个会打他 现在说的做的是不是有大陆好的观察 所以说大陆这个表态 就是逆切关注 逆切关注 如果是你要真的做 那就是下一步再说了 如果他真的决定要做防御性公投的话 您觉得他能导致的后果会是怎么样 搞防御性公投 那就是事实在就很严重了 会怎么样的一个严重情形呢 很严重 我前面说的裁判 至于在美国 美国官方因为适逢感恩节的假期 国务院方面 没有立即针对台湾立法院通过公投法的结果 发表回应 不过呢 美国各大媒体对于台湾的公投法过关 都已显著的篇幅持续报道 像是华府和是纽约各主要报 至今都登出了台湾公投法的消息 而报道当中也分析 台湾立法院通过国庆版本的公投法 使得台海之间的紧张情势 暂时得到了欢迎 台湾立法院通过公投法的消息传出后 美国各大媒体都持续关注这个议题 和两岸关系的发展 华盛顿邮报在感恩节假期 连续两天看出有关台湾公投法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指出 台湾立法院通过在野党较为谨慎的版本 为公投设下限制 使得独立公投变得比较困难 在华盛顿邮报的标题中也强调 台湾立法院的这项举动 可以让台海的紧张情势暂时缓和 达到安抚北京的效果 报道中指出 在野党的版本并不是向北京的威胁屈服 而是为了维持两岸关系 如果华盛顿也分析 在野党的这一步棋 可能使得台湾的选情复杂化 因为从这点总统为了吸引中间选票 经常读写在野党向北京屈服的形象 而在野党在公投版本上迎合北京的结果 可能提供绿营还及的火力 而华府另外一份主要报纸 《华盛顿时报》则是以不同角度 看待台湾的公投法过关 《华盛顿时报》的标题是 《台湾国会推动自由》 内文则是着重在防御性公投的条文 强调总统有权在北京入侵台湾时 举行独立公投 报道中并指出 台湾的公投法不为北京的威胁顺利过关 证明了台湾的民主进展 另外《纽约时报》也分析 《台湾公投法》的结果 虽然解除了台独的立即危机 避免两岸直接摊牌 但北京方面仍然在台独再度发出警告 《东自美洲新闻》 樊东宁 华府采访报导 而在台湾气温是直线下降 不过街头却是有暖暖的爱心 艺人宇可欣和女立委穿上了礼服 为诗亲儿童一卖募款 线上还贴出了几百封的诗亲儿童写的许愿卡 看到小朋友 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此之后 美国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和在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 对中国的需要出发 多次向我表示了 愿意修复中美关系的愿望 克林顿总统多次打电话给江泽民主席 此次中美首脑会务表明了 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势头 这次中美首脑会谈 它的意义在双边上来讲是十两遍 正当的绿阵为了公同把激烈交战后 连战感性诉求和解放不但也去意 同时也展现作为一个国家里导人的格局和气度 东森新闻让人猜信我们在桃园的采访报道 连战在桃园的晚会主打族群和解牌 而陈总统在台中是率先发难 他细数这三年来连颂是如何的没有度量 只为一己之私把败选都归咎到李前总统的身上 甚至不接受肖万长出席EPIC会议 以及江炳坤担任傅格魁 这种充满怨恨的人是没有资格谈和解的 国民党主席连战29号晚上 在桃园造势晚会中抛出族群和解议题 但话还没说陈总统首先发难 批评连战是最没资格谈和解的人 听你说明明要来反和解议 那一个人最没有资格谈和解 但是算数没问题 这件事挂给李前总统 说你的主席就没有 我算数你要有钱 切除这三年多来连颂如何没有度量 除了把败选责任归咎到李前总统身上 陈总统更举出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 在此证明连战只有一己之私的考量 阿平的小白条 代表我去温来 明天的雅太金人会 非正式比秀会 结果的定位 他说必杀 他说不可以接受阿平的拜托 只有一己一党之私的考量 没有国家整体第一的考量 这种人怎么能够谈和解呢 因应连战近来频频出招 阿平显然加速反击 在连战造势晚会还没开始前 全总统利用下午在台中一连串 停点后援会成立的场合 向民众喊话 对连战吐槽 总统新闻联南梁明煌 SNG小组台中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今天举行了 实弹军事演习 场面是非常的逼真 另外呢 在法国则是为了回教学生上课 能不能裹上头巾而争论不休 而今天各国还有哪些重要的消息 来看我们的整理报道 日本海域在27号炮声隆隆 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所举行的 实弹军事演习 为了预防可疑船之入侵日本海域 日本海上自卫队总共出动 兩艘特快武装船舰 还有一架直升机以及五艘巡逻艇 进行海上演习 同样是在日本 为了揭示北韩机器设施 和搜集各项资讯 而开发的日本情搜侦测卫星H-2A 29号下午 由日本国产的6号火箭大载升空 却不幸失败 预计损失100亿日元 曾经走红墨西哥的超级巨星 葛罗利亚摧尾 因为和他的经纪人安德雷德 涉先共同侵害一名12岁的小女孩 遭墨西哥警方通弃而逃到巴西 去年12月崔尾被引渡回国 而安德雷德也在操... 而安迪带领其他演员现身晚会时 更是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现在台湾上有没有看法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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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非常光碟 安迪暫時失去了藝人舞台 不過這樣子的群眾魅力 似乎也為他找到了另一個表演舞台 東森新聞柳其鴻 楊宥章 SNG小組 高雄報導 偶像歌手五月天 才在台中辦完聲勢浩大的演唱會 這個週末他們是到了高雄 參加反讀晚會 他們的熱烈演出 讓高雄是嗨翻了天 隨著耀眼的用火釋放 高雄師傅是掌令用盡與來賓們棄手 將象徵毒品的標示擊碎 反讀晚會 正式登場 這個名為鳥巢的國家體育館 將是一個鋼鼓結構的椭圓形建築 如何搭建體育場的鋼架 以及如何安全的開啟和關閉屋頂 在在都具有超高難度與技術 中外建築專家腦力激盪 已經提出許多不同的設計方案 開啟屋蓋相對於其他的方案來說 是一個最簡單易行的一個開啟屋蓋 那麼我們屋蓋的藍度變小了 但是我們支撐這個屋蓋的體系 就變得比較複雜了 建築專家表示 鳥巢的用缸量多達四萬五千噸 是國家大劇院的六島旗北 環狀立體結構的設計極具挑戰性 因此在年底動工前 所有相關人員必須再三確認各個施工環節 以確保工程可以順利進行 另外一棟新建築國家游泳中心 是募集海外人士的捐款所建造 目前的籌備工作已接近尾聲 同樣也是預計在下個月動工新建 独身新聞陳玉之編譯 現代人講究新鮮與變化 約會的場地從室內到室外都有 而為了增加男女之間的親密互動 與浪漫的情懷 有一個旅館業者就打造了一間超級豪華的汽車旅館 發生了故障 當局下令將火箭燒毀又沉熱過度 日本的HEA火箭運載著兩枚間諜衛星 由九州的種子島發射中心發射 但在升空之後13分鐘左右就出現問題 控制中心隨即下令燒毀火箭 當局相信是火箭其中一個推進器不能分離 但確實原因還要再調查 首相小傳順一郎對發射失敗感到遺憾 他已經指示有關的官員盡快查明失敗原因 日本政府計劃到2006年會總共發射8枚間諜衛星 主要用來監測北韓的核子計劃和軍事調動 今年3月就成功發射了兩枚衛星 至於這兩枚原定9月發射 但因為技術問題和火箭故障已經三度延遲發射 負責運載衛星的HEA火箭 有連續五次發射成功的良好紀錄 今次失敗是對日本自行生產火箭的一次嚴重打擊 也嚴重影響日本利用衛星收集情報計劃 有線電視記者一層已報道 各位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會報道 中央召開經濟工作會議 認為要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 電腦罪案近期增加一倍 很明顯